与光伏发电一样,风力发电也占据了清洁能源的大片江山 随处可见的风力发电机组也是一道靓丽的风景 但是小杰关注的是,退役的风机叶片该何去何从呢? 据估计,我国风机叶片将在2025年左右迎来首批退役潮 风机叶片多由玻璃纤维复合材料制成 报废后若置之不管,自然降解难度大,周期长,占地广 目前的处理方式以填埋和焚烧为主 不符合环保要求和顾费资源化利用的大趋势 近些年,风机叶片资源化处置方法层出不穷 比如就地回收,就地破碎,粉筛配料,顾费3D打印 制成成品的循环利用路径 如果叶片保存较为完整,可以在简单处理后 用作园区景观,游乐设施,艺术作品,公共设施 公园座椅,绿地护栏等等 也有企业通过热降解方法分离回收纤维,填料 过程中产生的气体液体可做成轻质燃料 或者将废弃叶片粉碎成纤维状及粉末状 用于制作加强石膏建材,再生砖,再生底托,防裂水泥,再生路障等等 当然粉碎后的物料也可以替代水泥中沙粒黏土等成分 既实现了循环利用,又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 你还知道哪些风机叶片的资源化处理方法 不妨留言或私信告诉小杰